这十位兰比尼十位的校长老师 他们收获满满感动也很多 希望把他们所学的传授 也可以分享给他们的老师 单靠校长其实力量很单薄 我们期待说希望能够会计更多老师的爱心 把这些所学的传递给学校的老师 希望可以在校园内共同来推动 这样结合众人的力量 希望可以推动得更顺畅 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办这个活动的目标 我们来看看 可以用水 这个需要用水 很容易把水 在水里中 可以用水 把水 可以用水 这样 可以用水 可以用水 用水 不好用水 în BOAT 分別 用水 慈激志工和尼伯在地教练会志工 习去乔达摩学校 生动的真实情境演绎 以前写易懂的方式 把环保概念植入学生的心田 在教育学生之前 校长及老师必须以身作则 对慈激的精神理念有所掌握 慈激志工向老师们 宣导环保的重要性 如果你不清洁 这会是你的污泡 一袋的污泡 会被放在污泡 如果你清洁 我们会看到污泡有多少污泡 仔细讲解可分类和不可分类的 回收资源之后 老师们也亲身体验分类资源 2023年7月 吉安普拉学校的校长莫蒂 随着教练会团队一起参访台湾慈激内湖环保站 被年长志工常年守护地球的热虫所感动 这一次带着校内的六位老师 一起来到乔达摩学校 互相交流 学习慈激的环保和大爱精神 慈激志工的带动 加上尼泡在地教练会志工 努力教学乡长 环保和爱心 在校园内循环 尼泡正在迎接更干净美好的未来 大爱新闻杨景慧 邓志明 杜慧希 李佳莹 尼泡采访报道